午安 歡迎收看板田戰法 一定有很多人會問說 這個地方為什麼台北股市跌不下去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台北股市 也漲不起來 我想前兩天看到兩根黑K的人 一定很開心 我說過大家都會問 為什麼就不跌下來 做多人希望它跌下來 做空人也希望它跌下來 因為做多人希望它跌下來 有好機會買 做空人希望它跌下來 因為它可以做一個 所謂獲利回補的動作 或是它認為它翻空是對的事情 但是我必須誠實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盤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會一直震盪 各位趨勢理論告訴我們什麼 台北股市分三種基本方向 趨勢分三種基本方向 第一個是上升 第二個是下降 第三個是盤整 上升下降盤整 如果說 各位你在這個地方 要把百年戰法 這個地方所謂的 技術面教學 全部學會的人 你記住我跟你講的話 這兩天如果你加入我們行列 這是百年戰法的首篇 這是百年戰法首篇 這是百年戰法的第二集 這是百年戰法第二集 這是百年戰法第三集 這一套的教材 這一套教材 你不管是裡面的投資學 經濟學 或是所謂的一個K線理論 或是所謂的各種全世界使用的 技術分析的工具 甚至包含裡面還有什麼 費波南希系數 艾略特波浪理論 道士理論 全部都在這三本書裡面 你不管選股 你不管操作 你都可以根據這些來做 那趨勢理論告訴我們 三種基本方向 上升下降盤整 然後告訴你 現在是台北股市是在這個 上升的階段當中 可是上升階段當中 短線啊 它來到一個高檔的壓力區 所以這個地方 會進行一個震盪的動作 會進行震盪 所以我們告訴你說 在這個地方的技術面分析 告訴你 台股進入9309的震盪區 操作策略 低進高出 高出低進 類股輪動 區間操作 這是大方向 你一定要把持住 各位我今天要誠直的邀請你 去注意一些產業往上的 這股價剛剛底部起漲的 像這些都是我們在9300點 這附近跟大家講的 操作策略 各位一定要找長線的股票 一定要找長線的股票 那一定有題材 有長線你才能賺大錢 這是一檔 我各位去跟你一直講的 長線操作的股票 叫做2419的重期 我講得非常清楚 我說量先價行 底部爆大量 就是告訴你要長線的展開攻擊 這個地方最低是16.65 打播照一下 這個最低是16.65 當時我在跟各位講 這支股票的時候 我曾經跟你講說 有很多基本的因素 當然這個地方 也有中國近年來的 物聯網商機規模的擴大 商機規模2013年5000億 2014年5500億 2015年跳到7000億 各位這個地方物聯網 它是一個寬廣的東西 那因此社會概念股 有重期啦 中壘啦 核勤控原項 那等到前兩天的時候 記不記得在這個地方 我給大家看這份資料 我說這是NCC國家通訊委員會 所公布的最新4G基地台的現況 那中華電信呢 它蓋了747座 那台灣大呢蓋了473座 遠船呢蓋了660座 台灣之星709座 那鴻海郭台銘先生 亞太之星 現在是目前沒有 沒有所謂基地台 但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中華電信要6000座 全省要覆蓋率要6000座 才能夠說你到哪裡都受到4G 不像現在這個覆蓋率 只有12.5% 16.9% 23.6% 18.7% 14.23% 平均值 那這個地方只能說大家使用4G 只能在都會區 大都會區重要的地方有 像什麼信義商圈啊 西門町啊 連內湖科學園區都收不到 所以這種情況它告訴你 官方告訴你 我們不能講名牌了 你也可以當它是名牌 政府告訴你 就比如說股價拉上9000 財政部長張聖和先生就跟你講 9000以後不會再來 你記不記得 那這好像政府告訴你說 NCC國家通訊委員會 這些人很可惡 這些人很可惡 他都沒有按照他預定的最少的記憶台去住 那未來的半年 你可以勢必看到這些爆發 所以你看 當時我們講這檔股票的時候 有沒有 講這檔股票的時候 16.65% 有沒有 各位 昨天最高來到哪裡 我給你看 昨天最高來到哪裡 昨天最高來到多少 昨天最高已經來到多少 21塊1了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只告訴你說 你看我當時跟各位講的時候 你看喔 它最低點16.65% 昨天已經到21了 昨天已經到21了 這是先前20 我跟你講說 這邊介紹你買 賣賣賣賣 後來買 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它都是一個轉折 那最後買的時候 大概是在19塊 我說常見股票就這樣 我低我就進 我高我就出 我低我就進 我高我就出 然後呢 就這樣波段一直操作 我講的都是事實給你聽說 在這個階段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去換股操作 跟著我們腳步來換股操作 我說過去不管你輸多少錢 我都想辦法讓你賺回來 各位這檔股票 我在62塊8跟你講的 這檔股票 我在62塊8跟你講的 那我也很誠實跟你講說 它現在CP 昨天已經開始定價 最後時間已經結束了 各位 你現在只要等它公司公佈就好了 公司公佈 就是未來的135 它會用未來定價結束之後的 比如說135日 那我算了一下 最慢 今天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一 禮拜二 最慢禮拜二這附近 它一定必須做出 最後定價的動作 那這個定價動作 一旦出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絕對不會有低點 就像過去 我斬金解鐵债 62.8跟你講 這個技術面 叫複合式的頭肩底 它是一個起檔的線型 我說這個禮拜 為什麼去操作它長線 因為它是一個可轉換公司債 可轉換 可轉債有三種 一個是叫可轉換公司債 一個叫可交換公司債 一個叫海外交換公司債 我當時跟你講得很清楚 我沒有預設立場 我說只要它未來 在這個地方定價完成之後 你不會再看到低點 各位 4971的英特雷 我還是跟你講 我一張都沒賣 我在這個階段當中 我一張都沒賣 這是它過去 我跟你講的線型 有沒有 我在這個地方跟各位講的 到目前為止 我一張都沒賣 為什麼 因為這種通常定價完畢之後 只要公司一宣布定價完成 什麼價位的時候 它通常股價就會像這樣子 當時的台東這個位置 3月5號定價完成 它就這樣狂奔 有沒有 你再看它的一個所謂的CB 在這邊從100塊 漲到172塊 最高漲到172 各位這些其實都是專業的問題 你大概都聽不太懂 那我都是每一天在這節目公開的 用事實跟你驗證 那我這兩天去買了一檔股票 我想如果有任何虛偽造假 我們懸賞5000萬 我這兩天買了這檔股票 我這兩天買了這檔股票 我先說 如果有任何虛偽造假 我們懸賞5000萬 我為什麼要買它 因為它又是一個底部起漲的股票 有沒有看到 底部爆大量 就是有人進場 這邊再爆量 量縮不見低了 再爆量 就是要攻擊的 請導播照近一點 這個地方叫做黃金交叉 因為線型移動頻率 這邊沒有出現 但它告訴你叫黃金交叉 它為什麼會漲 我給你看幾個資料 你就知道它為什麼會漲 這是一個所謂的2011年 一直到2016年 這是所謂的智慧手機 跟傳統手機的一個 成長的一個圖表 各位藍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 是智慧手機 橘色的部分 是傳統手機 你看從2011年 一路到20所謂2016年 傳統手機一直在衰退 有沒有 也就是說過去我們使用這種 這種叫傳統手機 各位這個Nokia的傳統手機 這個是傳統手機 它一直在衰退 一直在衰退 可是智慧手機它逐年在增加 這單位是4億支 4億支 這邊到6億多支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跳到14億支 各位你知道每一支手機 都要使用到光學鏡頭 那你知道嗎 在所有的鏡頭裡面 大力光為什麼股價能佔上2200塊 因為1000萬畫素以上 是大力光的天下 因為他的專利在那 可是國內有一家 大力光絕對不能告他 大力光過去告過三家 一家叫先進光電 一家叫做郁金光 一家叫韓國的三星 他都告過這三家做盡頭的 因為1000萬畫素以上 大力光在這個地方 他是怎麼樣 他是攏戰全世界市場 因為1000萬畫素以上專利權 幾乎都在他身上 但是國內只有一家的專利 他是告不了他的 而且這家公司過去在 以前在上市櫃的 上市的時候 是比大力光還高100塊的 但是他方向走錯了 因為這一家呢 他過去是做所謂的 數位相機鏡頭的 照相機鏡頭的 當時就像我們講說 Nokia Motorola 以前一直走傳統的手機 那個時候的蘋果 三星還有三星 還有所謂的這個宏達電 他走手機的鏡頭 手機的鏡頭 然後呢 這個呢 這個Nokia 走智慧手機 蘋果三星 跟這個蘋果三星 還有這個蘋果三星 還有宏達電 他走智慧手機的路線 可是Nokia 還有所謂的Motorola 他們走傳統手機 你看這一走錯完蛋了 股價就天狼之鞭 同樣的在台灣以前 做光學鏡頭最厲害一家 他出給Nikon 就叫尼康 這家是日本公司 出給尼康這家公司 他以前的技術比大力光還好 可是現在股價差了2000多塊 那最近呢 他9月份 要開始出一個1300萬畫素 我剛才不是跟你講嗎 其實以後 在這個階段當中 能出1000萬以上畫素 而有專利不被告的 就這兩家 各位他已經開始跳到1300萬畫素 就是這家 所以我們今天現買 現買完之後幾乎差點拉到漲停板 但是我要提醒你 他才是底部剛剛起漲 這檔股票是底部剛剛起漲 那如果各位你認同我的觀念 那你想要參與我們投資行列的人 來 今天只要是有興趣的人 想要知道這些底部起漲的股票 產業低漲起漲的股票 我們電話專線全面開放 如果有興趣的人想要加入我們旁邊 想要跟著這些股票操作的人 今天節目全面開放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 跟我線上聚員聯絡 看怎麼樣 跟著我們能夠提前的卡位 布局這種底部起漲的股票 我絕對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那明後天 等它大漲過後 我一定會公開給你看 為什麼這支股票要漲 因為它在今年9月 已經開始要出1300萬畫素的產品了 那1300萬畫素的光學鏡頭 其實世界沒有任何人 幾乎沒有什麼人能出啊 一般來講光學鏡頭 是要用六片的 六片的塑膠 這個塑膠鏡片 合起來才能出現在1000萬畫素以上 它這家只要用三片 再兩片的玻璃夾上去 這是它的專利 所以它告不了它 所以這個股票呢 你可以看呢 今天就開始反應了 第一天的起漲開始噴出大漲 如果你有興趣的人 那節目中廣告自行專線 歡迎來跟我線上聚員聯絡 提早的布局卡位 那明後天我再告訴你說 為什麼這股票會漲 我再講理由給你聽 那你就會發覺說 其實喔 這個是我在今天喔 這個是在我今天 這個是我在今天非凡商業 非凡的這個節目當中所講的 講完之後就幾乎拉到漲停了 各位其實我覺得 研究產業做好的股票真的不一樣 那我可能今天沒有帶來說 我們這個這2月5號到今天 已經進行了56次的操作 兩次賠錢54次賺錢 我那個資料忘記帶來 明天我會請我的助理把它準備好 給大家看 為什麼我們這一路以來 每一檔股票都能夠賺錢 理由是什麼 真的是重視基本面 對這檔股票有興趣的人 節目中廣告自行專線 那可以跟我向助理聯絡 提早的卡位進場布局 直接底部起漲 產業剛剛反轉的利多股票 你不要等到未來 整個所謂的節目中 就整個報紙出來媒體 你再看已經漲了一大段 就像我過去不是跟你講嗎 像仲晴那時候講的時候 最低16.8 昨天已經到21了 你記不記得 然後英特雷我跟妳講的時候 62.8 這波最高到差不多68塊多 69塊那附近 所以如果你想成為贏家 把握最好的機會 來 這支股票有興趣 節目中廣告自行專線 把握機會 我們進廣告 當初來到台灣的時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適應 也過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謝移民署 對於新住民的幫忙 讓我們免費上課 學習更有用的技能 移民署推動新住民資訊 速養教育計畫 課程完全免費 諮詢專線 0800-005-788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請您 歡迎再度回到板田戰法的現場 如果你這幾天 願意跟著我們腳步的人 那板田戰法全套教材 將免費的送給你 如果你自己想把股票市場學好 你要買很多的書 像財務分析 投資學 統計學 會計或是說這個所謂的 還有所謂的K線理論 K線戰法技術分析的圖 你不用 你知道擁有板田戰法全套教材 你一定對股市遼弱指掌 我先把未來台北股市跟你講非常清楚 在板田戰法當中告訴你 這個地方台股進入9309的震盪區 這地方低進高出高出低進 類股輪動區間操作非常清楚 然後接著告訴你原因是什麼 因為在這邊它是上升軌道 有沒有 在這邊是上升軌道 是上升軌道的上緣 所以它會震盪修正 好 這地方會震盪 然後最後告訴你 你要操作股票一定要長線的股票 因為這個地方畢竟 我必須坦白講 在基期上來講 它不算低基期 那它還是多頭是沒有錯 可是你要避開一些趨勢向下的股票 你要找行趨勢向上股票 我從這檔股票開始跟你講 這檔股票我從62.8買起 我一路買 我沒有賣出任何一張 我沒有賣出任何一張 那為什麼說在這個地方 要開始跟你講呢 因為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了 我當時跟你講 我買這支股票的理由 它是一種可轉換公司債 可轉債有三種 一個叫CB可轉換公司債 一個叫EB是可交換公司債 一個叫ECB是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我當時跟各位講這檔股票 62塊多 英特雷 我跟你講下週開始定價了 最後已經開始出現了 那我告訴你 先從技術面我跟你分析 這檔股票到這個地方 各位我從技術面跟你分析 這個上漲的過程當中 它是價漲的 這個回檔的過程當中 它是量縮的 今天已經見到量縮 都不見到低了 代表接下來它沒有什麼太低了 那如果預測的沒有錯 最慢最慢應該在下禮拜二 下禮拜二開始資訊就會出來 那下禮拜二資訊出來 比如說這地方在下禮拜二出來之後 它會怎麼樣 它會像這支股票一樣 它會像這支股票一樣 就不會有相對的低點 這是一檔 今年在3月5號完成定價的股票 那3月5號的時候在什麼地方 我先給你看 這個地方是3月5號 這是3月5號 這是當時的這支叫台通 它研發值7B 我先給你看 它現在的一個債券的部分是多少 你看80111 它現在它的一個所謂CB 現在是100 在這個地方是多少 是160塊 最高172 在3月5號的那天定價 剛剛開始的時候 它是107塊開始往上走的 開始往上走 那現在漲到172 那同樣這邊漲了76% 回過頭來看這個地方 它就是在這地方該漲76%的比例 好你看 3月5號這一天 3月5號 有沒有 從41塊這附近漲到67塊 那同樣的這支股票 為什麼我都不賣呢 在這邊跟你講得很清楚 一旦定價完成 就是這種趨勢的走勢 就這種趨勢走勢 然後呢 這個地方4971的英特雷 我過去講過 在這個階段當中 我也說過了 它是一個大的W底 有沒有大的W底 現在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再把它放大 我們把它放大 你看喔 已經開始出現的是 架漲量增 架回量縮 量縮 已經沒有辦法見到低點 我說過了 最慢你可以聽我的話 你可以把時間記起來 這個定價已經結束了 是在這禮拜二 最慢是下禮拜二 也就五個交易內 135 我已經跟你講過 五個交易內 那它即將做一個 所謂的公布的動作 這個公布完之後 接下來就不會有低點了 因為開始就要反映 希比德價格的利多了 就要反映籌碼的一個安定了 所以如果說 你真的有機會 在下禮拜一的時候 假使你真的有看相對 你覺得可以投資的 很好的點數或價位 我不能跟你講 你覺得有興趣 要做常見的人 那你說看到什麼數字 將來我有機會再跟你講 這都是我公開的 講一些專業的東西 那第二個 我這檔股票在16塊8的時候 我曾經跟大家講 16.65這個地方 我曾經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叫做底部放量 我說量是架的先行指標 各位 在高檔區爆大量 絕對不是好事 那個周轉率提高了 就代表有人出貨 可是在低檔區爆量 是什麼意思 中期長期買盤資金進入進來 各位 16.65 昨天21.1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跟你講 我都是帶你做這種股票 而且這股票 我們大概已經做了第三遍 如果我們再進場 就是第四遍 可是最近呢 我又開始做哪一檔股票呢 我最近開始做這檔股票 我最近開始做這檔股票 我在34塊多 我開始做這檔股票 為什麼做這檔股票呢 我講得很清楚 因為在全世界的光學鏡頭來講 這家公司9月份 已經開始要出了 所謂1300萬畫素 那我剛才從這個地方告訴你說 未來喔 在台北股市你可以看到 藍色的部分是智慧手機 從2011年到2016年 2016年這一天 2016年已經要出到 14點多億支的智慧手機 但是你看傳統手機 橘色的部分 卻一直消長 所以將來的智慧手機 每個基本配備大概都有前鏡頭 後鏡頭兩個鏡頭了 那所謂的 甚至最近 這個所謂的亞馬遜 或是說最近有一家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公司 出了一個手機 甚至有六鏡頭的 以後可能鏡頭越來越多 畫素越來越高 在2013年的時候 是以800萬畫素為主 到了2014年的時候 要以1300萬畫素為主 那覆蓋率來講 在2013年大概36 在2014年是65 到了2015年是要用2000萬畫素 那大概覆蓋率是在90% 所以我會跟各位講說 其實你只要把這些專業的東西 去了解 其實做股票真的不會很難 但是縱使不會很難 我也很誠實跟你講 股票錢不好賺 你一定要很認真用心 才會賺錢 你不要聽著每天阿貓阿狗跟你講 哇這個賺那個賺 胡說八道 買了十幾隻對的拿出來講 錯的不敢講 我從來不來這一套 我都是一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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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講 像這一波的重期 我一路跟你講下來 16塊多講到昨天21塊 像這一波的英特蕾 62塊8 漲到這一波4971的英特蕾 漲到這一波4971的英特蕾 最高漲到68塊9 我還是才能跟你講 我一張都沒賣 為什麼 因為最慢最慢 下禮拜二 你今天就一定會看到答案了 這個時間都可以安排好 去推估預算 去估計它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你一定要提前先買 你一定要提前先買 好 接下來這檔股票 我剛跟你講過了 很清楚 所有的基本資料全部在這 那它為什麼會大漲 其實真的有它的原因 是因為在未來的光學鏡頭當中 這個大力光不再是1000萬畫素以上 你能去告先進光 你能去告玉金光 你能去告這個所謂的閃送 逼著閃送也不敢做1000萬畫素以上的鏡頭 然後非得跟大力光買 這一家 也可以算是這兩家是 孤門獨市 孤門獨市 所以我認為這家公司 今年的業績爆發市 走進入一個爆發期 因為全世界需要的鏡頭 你記得大力光一直在增長設廠 在取得土地一直在增長 因為需求向上竄 不管是智慧手機 不管是蘋果電腦 不管是其他相關的 像以後的iWatch 甚至有照相的功能 什麼都有 各位鏡頭需求大量增加 所以我會告訴你 但是大力光可以被告這家 告不過 它的先進技術比它還好 為什麼比它好 過去股價在剛掛牌的時候 它比它還高100多塊 但是為什麼現在差這麼多 因為方向走錯了 過去在全世界 那時候地球有70億人口的時候 那時候7個人就有一個人 是使用Nokia的手機 可是Nokia一直走傳統手機 可是蘋果 三星 宏達電 走智慧手機 你看分道有沒有差多大 這家公司過去的光學鏡頭 它走了數位相機 照相機的 那現在拉回來走智慧手機了 今年9月份開始出貨了 如果你想成為 長線波段操作者最大的贏家 請你一定要提前跟我卡位 波段操作 有興趣的人 節目中的廣告知情專線 可以主動跟我們現場助理人聯絡 提前的卡位 今天我們全線開放 那利用震盪來賺取價差 利用押回來找好的股票 親自操作免費體驗 區間格局完美的操作手法 各位有興趣的人 節目中廣告知情專線 希望你在這邊好好把握 每一個階段當中 板田戰法堅持的誠信跟專業 我們從來不說謊 我都跟你談的是專業問題 9300點這個附近 一定要記得去好好的 慎選股票換股操作 利用長線來保護短線 利用中線來保護短線 進行一個換股操作 認同我們觀念人 有興趣的人 想要提前佈局卡位 這種長多格局的股票的人 節目中廣告知情專線 歡迎來電 一通電話 改變人的人生 讓你反敗為勝 祝福你 操作順利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晚上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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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車 我不只有車 我還有司機 認真負責人 久後不開車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託付一生的頭顧 顧得頭顧 顧得頭顧成就您的夢想 完成您的願望 在投資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專業的頭顧 顧得頭顧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9-1155 02-2579-1155 運動員是台灣的驕傲 政府的情力支援 然然有限 他們需要你我更多的支持 讓你向上推進的每一寸 都很移穩的一份力量 企業贊助 喜悅有故 什麼 我的網絡被設定成分期付款 照我的指示 去ATM解除就可以了 千萬別上當 你是 我來教你防詐三絕招 別聽他人指示操作 那是要騙你 ATM只能轉出 不能轉入 沒那麼好康 ATM不能辨識身份 沒這麼聰明 謝謝你教我防詐三絕招 三大絕招So Easy 金融照片也黎黎 行政院金管會關心您 奇怪 都沒要吃 我都沒要洗 他怎麼啦 他洗就洗